大三Switch Pro Quick Pro 500加以为的千元配置体验 经过一个多季度的市场考验 那大三四的两款Pro系的呢 从口碑逐步提高到销量越破万 新配色呢也接连释出 那么在开雪季的9月 我们一起从长鸡田出发 再聊聊它们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朋友 我是总大师 那三绿呢 在今年可是大三系列开花结果的一年啊 布局了4年 那重新打造什么 篮球线的旗舰团队产品 各位置 各打法 全面开花 那么大三系列这个矩阵啊 在用户的眼里看来 可以说是不像361的361球鞋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尤其是今年的产品啊 就是摆脱了前几年产品 没质感 便宜 没科技的固有印象 可以说大家是整个进步过程的竞争者 那你是从哪一双鞋开始 改变了对361篮球线印象的 也欢迎在弹幕里评论区 我们先来聊聊 而今年的大三产品线里面呢 最亮眼的便是Switch Pro和Quick Pro 一个主打真团队旗舰 另一个主打是速度后卫专属 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个点 我觉得蛮意思的 在后台留言里面呢 问4代Pro系列的很多留言都是4Pro统称了 那我问来问去搞半天才搞清楚具体问的是哪一款 就Switch Pro和Quick Pro 傻傻分不清楚 其实特别人了 Switch Pro后跟呢有TPU限制超零件 那Quick Pro呢 后跟是全开放式的超零件 所以4Pro系列的两款 你们有没有分清楚 那你是更喜欢Switch Pro 还是Quick Pro呢 也欢迎给他们投个票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新配色 加上长期体验的一些小小心得 再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肯定是聊Switch Pro 为什么 就比一点 性价比 这个性价比呢 其实不是推崇啊 球球要堆料 而是我觉得一个真诚 在6本的价位 用了P-Bi纯尼龙发炮 这个简单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是同配方配置篮球鞋 至少要1000加了 你们可以举个例子 对吧 那如果是纯宁的P-Bi跑鞋 那至少1300加往上没得跑了 其实堆料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堆料且便宜 则是一个难点 就是从打法上来说呢 蚕宗的TPU和TPE的编织 其实它整体的贴合度跟施数都OK 那透气支撑其实在线 鞋舌处有大孔的透气设计 对吧 加上上端这个比较厚的鞋舌 鞋带不会勒脚 那时间长的话 用起来鞋面呢 其实有一些小缺点 就是它有形变 但是形变呢会影响颜值 但整体的包感并没有下降太多 那终结的反馈呢 弹性其实没有下降 我觉得还更弹了一点 一般我都是会去掉鞋垫穿 就是更贴地更直给 那中足的稳定性呢 由于大厚碳板 这个碳板非常厚 可以说是真的绝对稳定 那外场硬地我体验下来呢 其实会比打木地板更合适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比较超弹属性的 那外底呢 确实是比较习惠的 水浸泥呢 我就不建议去打那种水泥外场上去 纯相子会更好一点 那对于整体性而言呢 时间长了 它的整个体验感也不会下降 在这个设计框架下面 也就是所谓的公式球鞋里面 其实呢 它的表现在材料上的下本啊 其实能够经得出时间的考验 这里还有个点 我觉得三维一做得好的 就是在配色上的一个故事发掘 在这儿呢 有个新的配色 这个Switch Pro用的配色名字叫 宅思中国 这个宅思中国呢 其实来源于我们的国宝青铜器 合尊上面的一个名文 也就是最早期啊 中国两个字的文字记载 那鞋身呢 其实以青铜器的绿色 做了渐变造型啊 那鞋身能体换出 也有这个名文出现 大家能不能认出这个字啊 那这段历史我们朋友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可以扣1 不知道可以扣2 那我要扣个2了 所以这一双鞋的配色故事呢 就是能够让消费者有机会 要知道历史故事 那相比起圣诞节啊 万圣节这种配色来说 我觉得这样去挖掘本土文化 是我个人会更加喜欢的 况且这个配色设计 包括纹饰啊 整个质感的呈现 我觉得也是比较到位的 大家可以给这个 来世中国的配色 欢迎你们打个分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聊到什么呢 Quick Pro的一个体验了对吧 这个简直就是拿捏颜值的 就消费者口证呢 后卫鞋T0啊 或者是GTCUT的系列的最大对手 那手术刀的凌厉设计造型 其实给减刀鞋 营造出了很强的速度感 就轮廓上看就是向下俯冲的 那鞋面的线条 包括它的大小粗鞋啊 还有这logo啊 都是感觉往下冲起来的视觉效果 那中央鞋有几个关键词 就是轻质感和贴地感 那这个就是跟它的整个速度型的 颜值设计造型匹配上了 那有没有入手的朋友 可以弹幕去现在聊一聊 你穿这双鞋有什么感受 是好还是不好 都可以聊对吧 那它的龙骨中间前掌14 后掌20 就6毫米的落差 然后最重要点就是365克42嘛 就配上这个比较厚实的鞋面啊 能有这个重量我是满意的 那中间呢是脂肪足的超零件 然后异形的上翻碳板 外底稳路呢 相较于Switch Pro来说有加深 但是Quick Pro呢 就是没有把碳板延伸到前掌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 小体重后卫会很友好 如果真的延伸上去啊 就体重其实会踩不动 然后踩不动呢 还容易的足弓造成一个过度的拉扯 所以只要稳定住我们的足弓 并且做上翻的异形碳板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的 就直接把适配人群拉高了一大截 像我这种体重啊 就160斤 就上脚秒适配 然后鞋垫呢 这一次用的是 跟中底一样的超级发泡 那如果你体重更轻的话 对于速度提升的要求更高的话 我就是拆掉船 就是贴地贴到你发麻 就是一起搭配出来呢 就回弹的效果会更好 这里看一下这个前掌的灵活度 包括它的一个软韧度 你看到没 几乎就是场地感拉满 它能够完全的让你的前掌 肆无忌惮地蹬地发力 那可能换言言之呢 就是一种极致调教 它就没有瞄准我这种大体重 大家知道吗 就它就是什么 体重轻的 灵敏贴地的小快灵全手 有些大集中穿上团的会 就是鞋面前掌刚性不够 那这个就是switch pro 所要去承载的东西了 对吧 所以说这双鞋它就是打一个什么 轻快零快的小后卫 这种灵活的造型呢 让鞋子不会在比赛中限制你的速度和动作 那关于这一块 外底 这个pip pro有点吓到我了 说实话 就是我连续穿去那个死亡水 一个四个小时打三场球 大家看一下这个磨损了 表现其实我是非常满意 是那种吃惊的 因为它整体的纹路厚度 就是会比这个switch pro要稍微厚一点 但是呢 它的内侧的这部分发泡 就可能不太守得住变向性 全球在水泥的摧残了 那就这个水泥的耐磨程度而言 我还是比较服气的 那橡胶底版本呢 其实我的信心就会更足了 那这双橡胶底版本我应该会更加的喜欢 它配色也很有意思叫做乌龙茶 后手的饮料对比一下 看看鞋舌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就低饱和度的搭配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但这个还原度我觉得是相当OK的 你们也可以给这双鞋配色设计打个分 所以说这两款pro呢 是我觉得361再次得到消费人认可 用产品的实力带动整个市场 就是口碑和销量是一个双丰收的 那品牌呢 其实它本身就更有魄力的 在价格上做出什么性价比爆款 那配色的不断推出呢 再到这种文化层面的加强对吧 熟悉的经典配色像什么 人民狠星对吧 航罗像这一双 包括我们的三弹音乐等等 那现在又有新的故事加入了对吧 宅自中国 这样的发展呢 其实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 那在今年夏天马上就要结束的当下 能看到它大三四代的两款pro系列 其实未来就会更多的可能性 而我相信呢 未来361也会在专业篮球领域上 给我们更多的期待 那你对于大三四代两款pro系列 一个switch一个quick 有什么想聊的 无论是穿过的感受 还是配色的建议 或者是对鞋款某些方面设计的改进 或者提升的想法 亦或者是想入手 但是还有问题有顾虑的 都欢迎在评论区 弹务区进行的交流 那如果是新观众的话 看到这也欢迎点点关注 老公正的一件三连多数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